4月2号是泰鲁格号列车出轨事故届满周年的日子 而在事故中罹难的消防特考班学员黄法哲 生前参加了全国消防员服装改款竞赛中 获得了特优奖 前交通部长林佳荣得之后 促成了消防工作服的制作量产 1号上午在花莲县消防局 与黄法哲家人捐赠了1685件消防服 给花莲锦益销同仁 让黄法哲对于消防工作的爱能够延续下去 新的亮红色工作服 颜色鲜艳又充满活力 将打火弟兄热血的精神表露无遗 设计者就是出自消防特考班学员黄法哲 捐赠会场上花莲消防局 为黄法哲制作了陨落的消防队员记录影片 让林佳荣看了视频频失泪 并表示 太鲁阁列车事故周年将至 伤者 罹难者家属也都走过很艰辛的一年 而在事故周年前夕 送给花莲县所有消防 一销人员来完成黄法哲的心愿 心中感到些许欣慰 是太鲁阁号事故的周年前夕 那我们有一位当时的罹难者就是消防特考的人员 那他所设计的消防工作服我们帮他们家人圆梦 所以可以让黄法哲的爱能够永远留在人间 那特别是来帮助花莲的这些消防救灾人员 我是支持太鲁阁号家属他们的诉求 事实上在去年底我有跟他们见面 包括惩罚性赔偿 这样的精神能够在这一次来体现 我相信对于罹难者 他们的家属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希望不要再发生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种类似的灾难 而家人对黄法哲也是满满的思念 得知设计的衣服获奖 家人都感到骄傲 也相信黄法哲在天上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开心 他花了很多心思在他设计这个消防衣服的工作上 在去年这件衣服经过全国消防队的票行 或者全国消防人员服装设计改行设计竞赛 特有我们都很骄傲 我们家人都很高兴 很骄傲 我相信黄法哲在天上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开心 我在看到大家穿哥哥的衣服的时候 我觉得很感动 因为他当初在设计这件这套衣服的时候 他有考虑到消防弟兄在进入到火场 或是阴暗的地方 会有黄色饰条的警示 然后也可以让在现场的需要搜救的人员 需要搜救的人看到 然后做出救援的行动 一号上午的捐赠仪式由台湾消防发展与交流协会 荣誉理事长林佳龙 黄法哲父亲黄千顺代表协会 捐赠1685件的消防工作符给花莲县井一销 并由副县长严信章和消防局长林文睿代表受证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